附近的民众最近有两名的不明男子 他们贴上了二十多张事工所的工程发包公告 上面不只是标示了有清楚的日期 而且说请民众要自己拆除这个地上物 居民以为说是市政府在没有告知之下 要强行来拆除吗 有一点生气哦 后来才知道说 越南市有人恶作剧来贴这个假公告 一群居民七嘴八嘴的围在一起 想问个究竟这张事工传单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南投县南港国中附近的居民 一早发现两公里内的民宅 槟榔滩甚至学校大门 都被贴上南投市工所工传发包的公告 这张A4大小粉红色纸张 上面标示5月22号已经发包施工 请民众先自行拆除地上物 工作人员直接打传单电话询问 却找不到人 居民约被以为是市工所在没有任何公文告之下 要强行拆除 气得打算到市工所抗争 后来知道是被贴假公告 恶作剧都觉得恶作剧的人很过分 目前我们公所没有在附近也要拆除的一个工程要来发包 那另外就算是我们公所有工程要来拆除 也一定会通知我们当地的一个居民 跟正式公文要喊文给我们的当事人 市工所知道被冒名贴假公告的消息后 赶紧出面澄清 希望民众不要上当 疑似市工所和包商间的工程纠纷 被以假传单的方式报复引起民怨 周恩新闻周大祥南投采访报道 台中文